今天来的时候风挺大的 现在可以看到周围是挺大的风的 然后在后面也是有咖啡厅了 挺好的 忘了辅车 这个风应该是一个可以防风的 拿着一个可以防护的风 我今天也想试一下 用着我的三脚架 通常我是拿一个主角架的 但是今天拿了一个三脚架 还有上面有个雨伞 因为今天太阳太大了以后 阳光照在画面当中 它出现一些光斑不好 如果是被直射的话 我的画面很快就会干掉 也不好 因为水彩还是要保持一点 画得有点湿润感 所以我现在沿着海边这个小路 去找一找 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其实画画的时候 每一次我都会找一个景点 要费很多周折 这有一点不好 费我的很多的时间 但是也有一个好 我这种到处走的话呢 和那个运动场里面走 超场里面走 还是高尔夫球场里面走 也能够起到同样的锻炼身体的作用 为了运动而去锻炼身体 去坚持 我认为这是一件 比较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毕竟不是那么愉快 但是如果说你是 为了一个兴趣 你的注意力是在于 一件有趣的事情 你这个时候你会感觉 你不知不觉走了很多路 锻炼身体其实你都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你的注意力是在于我的感受 是运动以外的 我就属于这一种 我已经到了海边了 有好多人在海边这里的遛狗 因为这种海边因为没有山 没有山的时候 也是比较平的一种结构 要想画面比较丰满一点的 应该有一些纵向结构的东西 所以我呢 到前面 那边 那边就有栈桥 我到栈桥那边去看看 因为那个栈桥有一些建筑 船 木的结构建 所以那些东西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有意思 今天的风太大了 如果我就在这个沙滩上海边的 这样子去画的话呢 有可能把我的画板都给吹翻了 所以 看看风景吧 走一走 我其实我刚才已经走了可能有两公里了吧 然后这样走下来我还在找一个避风的地方 我开始去画去 到海边来画画呢 因为它的环境因素啊比较杂乱 然后你可以找到不同的一些形状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画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你在构图啊你在取景啊 你就有各种选择的 比如说那些游艇是非常现代的时髦的漂亮的 可是那些栈桥呢 和栈桥上被那个海水腐蚀的地方呢 它也来的比较成就 破败 甚至一些凌乱 但是这些东西 你能找到一些元素之间的互相的一种碰撞 这种碰撞就是一种乐趣 所以我要到这里来 因为在这里来画的时候 你能找到一些新鲜感 我们总得到处走走 我现在在栈桥底下 其实从这里看 再看这一边 哇 挺有众生感的 现在是退逃时间 所以这栈桥底下都是干的 我可以走过来 然后这里看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我可能会在这里找一个景点 我现在站在栈桥的下面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栈桥的这个尽头啊 就那一块 那个有船啊 有那个码头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海水是退潮了 我要是如果开始画的话呢 如果我就站在地上 我现在这个脚底下啊 如果我是站在这个地上的话呢 说不准等一下呀 潮水上来以后 我就到海里去了 所以我就想呢 这里有一条船 我想坐在这个 在这个船上画 也许等一下 潮水上来了以后啊 把船扶起来了 我还没事啊 找一个地方 好地方不容易 我现在搞定了 可以开始画画了 这个画画的桌子呢 是我自己设计的 很简单 两块板子 加上一个文件 文件夹 就可以做成了 这个地方呢 我等一下把照相机 就架到这里 就能看到我的这张画 然后还有远处的那个场景 OK 这是我的朋友 哈哈哈哈 现在你们来看 我画在这里 我画的画面 这是我画的画面 这是我的画面 现在 这就可以画的画面 画面 在这些画面 哪有个画面 你這個 这是个画面 这是一个画面 这是個人画面 哈哈哈哈 现在是个小时的 我们不想你来 我们不想你来 哦 猫 猫 猫 来吧 很漂亮 这就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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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 船舶 謝謝你 你英文教授 你從哪裡來? 沒有中國 誰沒有中國 沒有中國 誰沒有中國 大家都知道中國 你應該要去中國旅行 一天 剛才那位先生 他是遛狗過來圍觀的 和圍觀者聊聊天 學學英語 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在這樣大熱的天氣裡面 我們去畫畫的時候 如果想大面積地 敷開整個的色調的那種方法 是不太適合的 很難控制 因為很快畫面就會乾掉 所以呢 我們更適合的是 將一個區域 比如天空或者是建築 或者是水面 你把分不同的區域 把它的色調呢 一次性的把它過渡好 尤其是大的那個色調關係 因為當大的色調關係 控制好了以後呢 你在畫一些局部的時候 它基本上會用 比較乾的顏色去畫 那個時候 它對全局的 協調關係呢 是比較好處理的 在這樣的大夏天 首先我們去畫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應該是 將我們的調色盒 是拼上水 以調色盒裡面保持是滋潤的 然後在畫的時候呢 也要速度要快 快當然是一種挑戰 快可能會畫的不夠精緻 但快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能夠抓住重點 抓住那些關心的要點 最後我們再用小筆 把那些細節地方呢 把它勾了出來 我畫完了 我也畫累了 也餓了 然後太陽呢 也曬得我受不了了 光亮光亮的 跑到這個海邊 坐在這裡曬太陽 如果不是興趣 誰會幹這個事情 那別人看了 可能這裡有個傻冒出在這裡 不過我現在畫完這張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還會來這個地方的